好,我们现在讲极坐标下二重积分的计算 那么我们前面讲的都是用直角坐标来计算二重积分 就像这个double integral 那么在有时候用直角坐标可能计算二重积分 可能有困难或者是比较麻烦 那么我们可能换成极坐标可能计算比较方便一点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极坐标计算 那用极坐标来计算二重积分 那么我们首先回顾一下什么是极坐标 就是polar coordinates polar coordinates 我们知道平面上的一个点 假如说这个点我们是P 它本身的坐标是XY 那我们知道XY分别是把这个点投影到X轴上去 和投影到Y轴上去得到的坐标 得到它所在的点 那我们现在用新的坐标叫做rho和θ 用rho和θ来表示 那么rho和θ分别表示什么意思 那么rho是这个点到原点的距离 这个rho是distance 就是rho是从P到原点的距离 所以它是距离的话 它肯定是大一等于零的 那么θ是什么呢 好,这一段是rho,这是θ θ是这个OP跟X轴正向的夹角 这是正向的夹角 所以如果说如果说你在这边 那我们可以取这个角 当然你取这个角的话 取这个角的话就是负的 我们知道夹角的定义 这里所以说这个θ θ的定义θ通常是从0到2π 当然有时候 有时候θ我们也可以定义成负π到π 你找一个连续的2π角 连续的2π角就可以 你可以定义成负π到π 也可以定义成0到2π 那么有时候我们会定义成负π到π 我们需要一个连续的变化的角度 这是它的定义 那么第二个它与直角坐标之间的关系 跟支架坐标之间的关系 那我们很显然 我们利用三角函数的定义 我们就知道 x等于rho cosθ y等于rho sinθ 而回过头来 rho是等于根号下 x平方加上y平方 这是距离的公式 而θ是我们的 rg tangent y除以x 我们知道 y除以x是tangentx 而是tangentθ 那么如果在第三四向线 在第一和第二向线 我们是这样的 这样定义 如果是在第三第四向线 因为我们知道rg tangent rg tangent是 我们知道rg tangent 现在只定义一个组织区间 从负二分之π 八二分之π 所以在第三第四向线的话 我们给它加上一个π 那么这是第三 第四 cordiant 这是它们之间的关系 那我们怎么样去计算 用这个polar coordinates 来计算double integral 那么我们的 要怎么样去计算呢 首先我们要把xy 首先我们要把xy把它换成 rho和θ 那么x用rhocosθ来代替 y用rhoθ来代替 然后dA 但是dA怎么样划成drho和dθ 因为我们在直角座标系下 我们是把二重积分 划成二次积分 划成两个定积分 那么现在我们怎么样把它划成两个定积分 那我们就要确定rho和θ的上下线 然后我们要知道dA是什么样东西 那么dA等于什么 那么rho和θ的up limit和lower limit 又怎么样去定义 又怎么样去定义 好 我们这是这是第一个 我们是把xy换成rhoθ 那么我们看一下第二部分 dA定义多少 dA怎么样算呢 我们以前在讲double integral的时候 我们是把区域用x等于常数和y等于常数来划分 那么现在 在polar coordinates 我们也是用θ等于常数和rho等于常数 把它划分成一个小区间 那么每一个小区间我们这个是dA 那么dA是怎么样表示 那么这是θ等于常数 好 等于θ等于常数 这是rho等于常数 好 我们看一下 这是我们的区间 一个dAi 这一个小区间 那么我们怎么样去计算 这个dA 好 我们假如说我们选的这个点是我们选rhoi star和θi star 我们选的正好在它的正中间 那么这一段是这段是我们的dRho 那么我们这一半段是1分之1, deltaross 和来一半也是1分之1, deltaross 那么我们 让它寫大一点 看不清楚 那么这一段 这一段是1分之1, deltaross 那么这个点是我们的rhole i star和θ i star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 这个我们说center oh θ ai 那我们看θ ai 是怎么样算 我们知道这个扇形的面积是这个 二分之一r平方乘上θ 这个是这个是deltaθ 那部分是delta rule 那我们用大的扇形面积减去小的扇形面积 我们就知道这一块这一块的面积 那是二分之一大的扇形的面积是什么呢 它的它首先它的半径是rule i star 再加上二分之一delta 而delta rule delta rule 好这个平方再乘上它的角度是dθ 那么小的扇形面积是二分之一rhole i star 减去二分之一delta rule 然后我们写成deltaθ 当然对字变量来说delta和d是一样的东西 这是deltaθ 这是deltaθ 所以我们是得到的是 把它展开是二分之一 这是rhole i star的平方 加上rhole i star的 再乘上delta rho 再加上四分之一delta rho的平方 那么再减去二分之一 这是rhole i star的平方 再减去rhole i star 再加上delta rho 再加上四分之一delta rho的平方 好 再 这部分还有deltaθ 这是deltaθ 好 那我们 把两边一减 好 这两个都是正的 这两个是正的 减掉了 减掉了以后还剩下二分之一 rhole i star delta rho deltaθ 这边是二分之一 所以就变成了 rhole i star delta rho deltaθ 所以我们得到的结果是 da是等于rho d rho dθ 为什么呀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 这个d f rho rho theta da 我们本身就是limit delta a 趋近零 这是sigma f rho i star theta i star 然后是 delta a i 那么delta a i可以写成 rho i star delta rho delta theta delta rho delta theta 我们就直接写成d rho dθ 然后rho i star 就是rho 所以现在我们就知道 所以我们知道这个d fxyda 那么就会变成什么呢 变成d f rho cos theta rho sin theta 然后再乘上rho d rho dθ 这是它的表达式 背极函数的表达式 那么我们已经知道背极函数表了是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那么下面我们需要知道的是upper limit和lower limit 那我们怎么样去算我们第一种我们看一下 第一种情况如果这是x这是o的话 这是我们的rho 二 θ 这也是rho 1 θ 那么我们区域d 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 那么我们区域d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 最大的θ 如果是这种情况,它的区域D是这个样子的话 那么我们可以写成什么呢?这个D F rhoθ DA,我们是写成 从θ1到θ2 然后是从Rho1到Rho2 这是F rhoθ Rho D rho Dθ 这是最一般的情况 这是最一般的情况 就是你要看 要怎么样去判断它的upper limit or lower limit 我们的做法是 我们的做法是这样子 我们是 是从原点出发以一条射线 以一条射线 那么这个射线从这个区域里摆动 啊 就是它的做法是 orate start from origin 那么 那么 我们看一下 它的最外层的 啊 最最远处的曲线 在穿过D 啊 啊 啊 那么 你把这条射线摆动 啊 最小的这个 最小的这个θ 啊 跟x轴加加最小的 部分 就是它的θ1 然后那么加较最大的 那一部分就是θ2 然后最 你射线的 啊 最后 穿出去的时候 最后到达的那个曲线是为你的 Rho 2θ 而最开始接触到的这个曲线是你的Rho1θ 第二种情况如果说是它是这种情形 啊 区域D如果是这种情形 啊 这是Rhoθ 那么这个时候 它的D fRhoθ dA 它一定是θ一定是从0到2π 也就是说你的这个 呃原点在你的区域的内部 那么Rho最小的是从0 开始然后最大的是到Rhoθ 为什么呢 你 你 你一样的穿过 从原点出发穿过这个 呃 穿过这个区域 那你最小的这个碰到碰到的最先碰到的 这个 曲线或者说是你 呃跟区域里面最近的来 呃你跟原点最近的来下曲线 那么 那么肯定就是这一个点吗 跟原点最近的曲线 那么在因为整个区域都包含了原点 然后最外面的是你最最后碰到的这条曲线 就是你的上限 就是你的上限 Rhoθ 然后是Rho D Rho D D Rho Dθ 那么如果是这种情况 这是Rho1θ 这是Rho2θ 如果是这样的区域 它也是一样的 这个D F Rhoθ D A 它一样的θ是从0到2π 因为你 我们穿过 我们发现 用这个射线穿过这个区域的话 我们看到跟 X轴夹角最小的就是0嘛 你转一圈以后就变成2π了 这里是 Rho的上下线是Rho1θ 到Rho2θ 然后F rhoθ Rho D rho D θ 这是它的计算 当然如果说不是这 它如果不包含原点 它就不会是 它的 一般就不会在 引导2π 就是你的 区域没有 环绕着 这个 原点的话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立体 我们先看这样的一个立体 我们计算这样的一个积分 D Sine X平方加上Y平方 D A where D D is the region the region enclosed by X平方 X平方加上Y平方等于9 那我们一样的 我们先把跟起二重积分一样 我们先把这个区域D画出来 那么这个是直角坐标 D 那么他说的是 X平方加Y平方的内部 那么就是这样的一个区域 这是X平方加上Y平方等于9 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区域D 我们可以写成上什么样了 因为X平方加Y平方就是r的平方嘛 所以这个区域我们可以写成 rho θ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区域整个区域是包含了 包含了原点 所以θ是从0到2π 然后 rho 我们看 我们 按照我们以前的讲法 我们从原点出发 一定要设计 穿过这个区域 不管是在什么位置 它最短的跟区域里面 区域里面的点 跟原点最近的肯定就是原点自己 那 最远的就是 X平方加Y平方等于9 而X平方加Y平方等于9 是相对于rho等于3 所以是rho是从0到3 那这样算出来了以后 这个积分就比较简单了 如果本身 用支架坐标来计算 这个 这个积分我们基本上是没法 没法算 但是用 极坐标来的话 它就变得相当的简单 怎么个简单法 好首先我们区域D 上下线都变成了常数 这就 这就是最简单的一种二重积分 然后 然后 倍极函数就变成 sine rho的平方 然后是 rho d rho d theta 那 sine 本身是 sine x平方加y平方 这个我们 原函数是没法求 但是变成 sine rho的平方以后 外面又有多了个rho 我们就可以用这个substitution来算 那么直接 rho等于 例如说 rho等于u rho等于u的话 就会变成什么呢 0到9 那么是 sine u 那么rho d rho 就变成了 1 du d theta rho d rho 就是1u 就是 u等于rho的平方 那么 du等于 2分之1 rho 2倍的u 就是 rho d rho 所以rho d rho 就变成 1u 这样就比较简单一点了 就是 1 0 0到2π 3u 就变成 负的cos u 然后从0到9 d theta 那么 带进去 就是 负的cos 9 减去 负的cos cos0 0 所以是 1减上cos9 然后再乘上2π 我们 我们还是写慢一点 本身应该是这样子 本身应该是从0到2π 这个积分符号我们接着写0到2π 1减上1减上cos9 1减上cos9 然后d theta 但是我们知道这里都是常数 常数可以写到外面去 所以是1 1减上cos9 然后变成d theta d theta积分出来了以后就是 θ 0到2π 所以是等于π乘上1减上cos9 这个我们就很明显的看到为什么我们用极坐标来算 是因为我们这个背极函数 首先背极函数我们就没办法用直角坐标来算 因为我们没办法算出它的 这个antiderivative 它的原函数 而且区域又是一个圆形的区域 圆形的区域的话 用 用这个polar coordinates来算 它的上下线全部变成常数 这是我们最简单的一种信息 这是圆形的区域 我们来看一下 有些也是圆形的区域 但是可能 并没有那么简单 会稍微复杂一点 ryda verd is region in th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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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rst quadrant 现在的第一 quadrant 这是第一 quadrant above above 它的上面的部分是x-1的平方加上y平方等于1 and below by the line y等于x 那我们根据它的上半部分是x平方加y平方等于1 而下面的上线是x-1的平方加y平方等于1 而下线是y等于x 首先y等于x是这样的一个直线 是一个直线 而x-1的平方加y的平方等于1 所以它的这个圆心是在10这个点 而它的半径是1 所以是它是这个样子的圆 但是我们知道它的上上线是这个上线 是是圆 而下线是这个直线 所以它的区域是这个这个区域 这样的一个区域 这里才是我们的d 那我们用 我们看它其实是圆的一部分 所以我们用 用那个polar coordinates 就比较好算 我们polar coordinates 它用的部分就是用它是圆的一部分 或者说我们曲线上线曲线是用polar coordinates算比较容易的话 那我们用这个polar coordinates来算 我们看 rho θ 那θ 我们怎么样去判断它的θ的最小值和最大值 那么我们知道y等于x它实际上是通过圆点的 所以它我们看一下 我们用一条射线穿过圆点的话 那么这个射线摆动一下 摆动的最跟x轴加加最小的部分就是y等于x 那么y等于x就在我们的polar coordinates 它就是4分之π 它最小的值是4分之π 所以它的下限是4分之π 那么我们知道它最大值的这个区域 因为是这样的区域 所以最大值 你弄一个射线穿过这个区域 那么最大值 那么就是就是在这个点嘛 所以是2分之π 因为这个圆 我们知道这个圆跟这个y轴是 圆跟y轴是相切的 这个圆跟y轴是相切的 所以这个区域的最大值就是 这个夹角的最大值就是y轴嘛 所以是2分之π 那么ro呢 那么我们穿过去 我们最小的从圆点出发 因为这个点是包含在圆点 所以最小的值是0 因为这个区域包含圆点了吧 而最大值是我们得到最大值就是圆的边缘 圆的边缘 圆的边缘到底是怎么样算呢 因为你不能写成是r等于1 因为我们可以看从这里可以看到 在这个点的r和这个点的r它值是不一样的 那我们怎么样去确定 因为我们知道 这r是随着θ的变化而变化的 那么这个怎么样去算呢 我们知道r的上限是这个圆的边缘 那么我们圆本身是x-1的平方 加上y的平方等于1 那我们把它展开一下 怎么样去找出r 把它用rθ来表示的话 那我们就是通过直角坐标 跟这个极坐标之间的关系 就是首先我们把它展开 就变成x平方 x平方-2x 再加上1 再加上y平方等于1 好 等于1 那这样的话 我们 我们 简化一下 就是x平方加上y平方等于2x 我们必须要弄成这个样子 那么x 再用直角坐标跟 极坐标之间的关系 那么x平方加y平方就是r的平方 而x是rcosθ 两边除掉r以后 就变成r等于2倍的cosθ 那么也就是说 这个圆的 这个圆的 这个圆周 它的方程是r等于2cosθ 所以r的上限是2倍cosθ 你不能把r 都写成1 虽然这个圆的半径是1 但是r不是等于1的 它随着θ的不同变化而 而不同 所以这个积分 r y d a 我们说了 f x y 我们都要把它换成r 和r 换成r和θ 好 d本身是rho 写成rho θ的话 那么θ是从4分之π到2分之π 而rho是从0到2倍cosθ 那么y本身也写成rho sinθ 然后d a是rho 然后d a是rho drho dθ 从4分之π到2分之π 那这是rho的平方 所以积分出来是3分之2rho的立方 rho是从0到2倍cosθ 然后再乘上sinθ dθ 4分之π到2分之π 那么3分之2rho的立方 那么就是3分之2rho的立方 就是8倍cosθ的立方 然后再乘上sinθ dθ 因为rho带0进去就是0 所以下面这个没有了 好 得到3分之16 就是cosθ立方sinθ 那么就令u等于cosθ 那么sinθ是负的du 所以是负的cosθ的4次方 然后除以4 负的4分之cosθ的4次方 好 从4分之π到2分之π 3分之16 带2分之π进去 我们知道cosθ就等于0 带4分之π进去是2分之根号2 所以是0 减去负的 2分之根号2 这4分之1 再乘上2分之根号2的4次方 应该是这样子 应该是这样子 好 等于 3分之4 这还有4次方 这是4分之1 4次方就是16分之4 所以是等于3分之1 这是我们这样的一个积分 2yda 但是我们区域并不是 并不完全是 怎么说 并不是完全是包含圆点的一个圆 它的圆形不在圆点的一个圆 所以我们要用这个基坐标把它画出来 那我们再看最后一个例题 我们看这样的一个积分 这样的一个积分可能类似于我们前面 加 交换积分次序一样 如果它是从0到根号2 是从y到根号下4-y的平方 这是1除以根号下1加上x平方加上y平方 dx dy 那么它是先积分x 所以它的上下线是y 那这个积分我们怎么样算呢 这直接积我们没办法积 因为我们并不知道这个被积函数的 这个original function 就是antiderivative是什么样 那我们就把它画成积坐标 我们先把它的图形画出来 这是x 这是y 那么x的下线是y x的下线是y x的下线是y 因为我们知道x的下线 在直角坐标写下 x的下线我们是要这样子画的 平行x轴的一个直线 我们看它的下线 看它的前方和后方 那么上线是4-y平方 4-y平方 也就是说x等于4-y平方开根号 它相对于是什么呢 就是x平方加上y平方等于4嘛 两边平方 然后把y平方移过来 那就是 这是1 这是2 那它就应该是 是这个样子 而y是从0到根号2 y从0到根号2 也就是说y是大于0的 而根号2正好是在这个点上 因为y等于根号2的时候 x也等于根号2 这个时间是根号2 根号2 所以它的区域是这样的一个区域 y从0到根号2 而x的下线是x等于y 而上线是这个圆 所以它的区域是这个区域 所以区域D在这里面 那我们换成 要把这个积分 我们没办法积分 所以我们把它区域换成极坐标 那么Rho Theta 这个时候就比较简单了 因为为什么呢 你从原点出发 我们如果从原点出发 去画一条射线的话 那我们发现这射线跟x轴 你把射线在这个区域里面摆动 我们发现这最小的角度 是跟就从跟x轴重复 所以Theta最小的是0 最大的是y等于x y等于x就是四分之π 而Rho它最小值 因为它这个区域包含了原点 所以最小值是0 最大值是这条圆 这个圆是x平方加y平方等于4 那么就是Rho就是Rho等于2 那这样的话我们 这个积分就比较容易了 在直角坐标系下 dx dy就等于da 那么现在换成极坐标 然后Theta就是从0到四分之π Rho就是从0到2 我们看上下线都是常数 而根号下1加上x平方 加上y平方 x平方加y平方 就是Rho的平方 dx dy就是Rho dRho dTheta 这个积分就比较容易 为什么呢 那我们 我们把1加上Rho的平方 就定乘等于u 因为外面有Rho dRho Rho dRho就是Rho的平方的derivative 直接定 U等于1加上Rho的平方 这个我们就直接可以看得出来 那这本身是2分之1 本身是2分之1次方 所以实际上是1加上Rho的平方的2分之1次方 那它本身还要除一个2 本身还要除一个2 那我们本身是我们可以把这些加个2 这些加个2 那就没问题了 所以就是1加上Rho的平方的2分之1 0到2 然后再Dtheta 我们把值带进去 带2进去就是根号5 带0进去就是1 然后Dtheta 所以是等于4分之π 根号5-1 就是如果我们出现发现是这种情况的话 我们就需要用极坐标来算 那这是我们的极坐标 用Polar coordinates来计算二重积分 这些立体 这个我们就先讲到这儿